回到新聞大白話的現場 昨天在台北市議會發生了之前 很像立法院的內政委員會 類似的狀況 講完當時在委員會 這個麥克風沒有關 被說他講了真心話 說這個韓國瑜市長 現在在基層聽到的是713 所以昨天柯市長也講了真心話 柯市長也翻版了 麥克風沒有關 然後他就因為王世堅罵他 罵了很久 當時是王世堅的質詢剛結束 對 他就悶悶的講了兩次 就垃圾 大家就沒想到還是被人家聽出來 但是他沒有表情 也沒有動作 他就默默的從嘴巴裡面出現 他以為這樣做就不會被人家知道 誰知道那個麥克風沒有關 而且他今天還說什麼 這個麥克風以後要求議會 要把它關掉 你怎麼不要求自己把嘴巴管好了 這很奇怪 所以現在自由時報最新的消息 就是針對昨天這件事情 律師有一件 這個是律師賴宗強他分析說 在議場裡面 因為柯市長 市長本身是沒有言論免責權 明代有 所以他在議場裡面罵議員垃圾 他覺得這個已經形成了刑法的公然侮辱罪 這麼嚴重 但我也很好奇說 如果是這個明代議員罵市長垃圾的話 明代在議場上應該是有言論免責權的 那這樣子我覺得國民黨跟民進黨 也可以去告柯文哲 因為他說這個垃圾不分藍綠 最後就是怪到麥克風的錯 是嗎 我不想說 你是否金人 你這麼동안 我沒有說 是 我沒有說 我第一句 不說 我沒有說 可以 我沒有說